在这个古老的山村里,有一位名叫陈氏的渔夫,他以捕鱼为生,一家人靠着山村的湖泊维持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环境发生了改变,湖中的鱼儿渐渐减少,捕鱼变得越来越困难 陈氏焦虑地面对家中的需要,七小的温馨笑容渐渐被困扰所替代 为了填补家用,他感到不得已而犯下一个坏事 他偷偷摘取了山村神圣的树上的果实,这被视为对神明的不敬 这个行为让他的心灵深感愧疚,但也让他暂时摆脱了经济的压力 然而,恶行总有报应,随着日子过去,山村的环境变得更加严峻 陈氏的家庭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他感到自己的心灵在一点一滴的腐烂 这样的生活令他深感绝望,就在这时,一位高僧经过了山村 高僧名叫法海,他一身慈悲之气,洞悉一切的善恶 法海察觉到了陈氏身上的不安和罪恶感 他停下脚步,面对陈氏说,人生如梦,众善因得善果,众恶因得恶果 你心中的罪行早已昭然若揭,唯有改过自信,才能摆脱这不祥的宿命 陈氏听后心头一震,被高僧的言语深深触动 他跪在高僧面前,诚心悔过,决心要洗心革面 法海见状,深知应给予这个迷途的灵魂一线希望 于是开始指导陈氏修行善事,学习慈悲和奉献 陈氏努力改变自己,他主动帮助村中需要帮忙的人,回过书写 每天诵经念佛,一步一步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随着他的修行深入,他的心灵逐渐得到净化 原本的罪行和愧疚渐渐被慈悲的力量取代 在高僧的悉心教化下,陈氏的生活也逐渐改善 他不再以不到手段获取生计 而是靠着勤劳和正直的方式,寻找新的生计 山村中的湖泊似乎也因他的改变而恢复了生机 渐渐回复了昔日的繁荣,陈氏的欺巧看住他的改变 也深受感动,一家人重新找回了幸福 他们的生活再次充满了笑声和温馨 而陈氏则在慈悲的光芒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困难的时刻 人们也应该保持善良,坚持正义,悔过自信,修行善事 总能找到改变命运的力量,高僧伐海的慈悲教化 让一个曾经走上邪路的人重新找回了光明 也让这个山村重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